我们听众姐妹要问的问题就是 如果一个受精卵一受精那一刻就是有生命 然后呢一个孩子在肚子里面 无论他是一个月两个月五个月八个月 甚至十个月被剁掉 好那么到底被剁掉的孩子 他们会去哪里 受精卵如果死掉流产掉了会去哪里 好我们直接来看圣经 所以呢我们就来看那个经文提到 我未成型的体质那个经文 好我们来看哦 这是诗篇139篇的13节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你已复毙我 所以现在谈他在母腹中 母腹中的都是从受精卵 一路一直到生出来都在母腹中嘛 好十四节提到 我要呈现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 好十五节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像你隐藏 神显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 我们在肚子里面的形体 好十三章十六节提到 我未成型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侧上 好或者是可以翻成 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其一 你都写在你的侧上 你看你的肢体可能都还没有其一 你有可能只是受精软 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 四个变八个八个 十六十六三十二六四一二八二五六五一二一零二十二零四八 四零九六 穆斯林怎么了 九一九二 好我们回来了 就是这样子 你根本还不愿意 你只是细布还不是肢体的时候 神就写在侧上 为什么因为这张预知的预定 神预先就知道你这一生会过的日子 他没有控制你 但是他知道你会做什么选择 所以预知的预定 而且写在侧上了 好 所以呢这是一个部分 好这边提到 我们未成型的体质 神就看见 好那如果这个孩子 好如同我们这边提到 十三节提到 在母父中主就复辟我们 未成型的体质 十六节提到 这个时候他被堕掉了 他会去哪里呢 我给你的答案是 会去天堂 对可是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好那我给你另外一个经文 以赛亚书七章十五节 好这边调 我们从十四节开始 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 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 你看这边也在讲怀孕生子 而且这边的怀孕生子 以马内利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啊 以赛亚书在耶稣出生前 七百八百年前 就预言耶稣会发生的事 是童女怀孕生子 OK 然后呢 她的名叫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 好再来是七章十五节提到了 到他晓得 弃恶折善的时候 他必失奶油与蜂蜜 十六节提到 在这孩子还不晓得 弃恶折善之间 好然后后面就是一些 预言性的东西 OK好 所以这边提到 这孩子是耶稣 耶稣就是 道成了肉身 但是住在人类 这个童女玛利亚的肚子里面 而且他是百分之百的人 跟百分之百的神 所以他现在是百分之百的人 住在 以一个婴儿 圣灵感孕 所以他可以当成 就是一个类似受精软 但是不完全一样 但是就是百分之百的人 圣灵使童女感孕了 然后在他肚子里 OK 然后呢 他会被生出来 七章十五节提到 他会有一个时刻 叫做弃恶折善 然后呢 十六节提到 他还会有一个时刻叫 还不晓得弃恶折善 OK 弃恶折善的时候 大概什么时候呢 必吃奶油跟蜂蜜 OK 一个小孩 一个小婴儿 几岁可以吃奶油跟蜂蜜 一开始 刚出生的婴孩 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吃 只能喝奶 对不对 然后慢慢的 可以开始吃一些副食品 慢慢的才可以开始吃一些软的 然后开始吃一些固体 对不对 那么奶油跟蜂蜜大概几岁可以吃呢 这边提到 弃恶折善 就是代表放弃罪恶选择善良 所以代表不晓得弃恶折善是什么意思 代表人有一刻有某一个时间是没有善跟恶的 对不对 没错吧 合理吧 懂我意思吗 弃恶折善就是你可以选择丢弃罪恶选择善良 连主耶稣都有丢弃罪恶选择善良的时刻哦 所以而且这个时刻大概是可以吃奶油跟蜂蜜的时候 当然每个父母状况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最少一岁吧两岁吧 对不对 有人甚至觉得三岁四岁五岁都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它绝对不会是六个月八个月 对不对 一般状况是这样 对不对 六个月八个月给你小孩吃奶油跟蜂蜜 好像不大好吧 当然不一定了 每个家庭 好OK 所以呢 显然我们食物上我们就会为最小的人受洗的 现在应该是三岁吗 韦婷对不对 那个小朋友三岁吧 OK 那个小孩我们那个时候跟他受洗约谈 韦婷帮他受洗约谈的 他约谈完就说 啊受洗就不能再打哥哥了 那我不要受洗 所以他显然知道受洗是 不可以再选择做 就是气恶 他要气恶则善 他要丢弃罪恶 选择善良 懂我意思吗 所以那小孩就说 哈我不要受洗 但是当然小朋友是这样 所以呢 韦婷就继续跟他聊聊 说好好好 那我尽量 我依靠 当然他不懂什么叫依靠成人点 可是他说我尽量 我以后不要去打哥哥 所以他选择了 不是靠自己 是靠耶稣 然后不要打哥哥 所以他可以受洗 三岁 OK 我认为两岁大概就可以了 其实你去教小孩对或不对 不可以摸那个 不可以吃那个 不可以玩火 不可以什么 几岁会教他 那个 你知道 那种小婴儿啊 很小的时候 他连地上看到什么 拿起来就吃了 对不对 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人类 即便生出来 都会有一段时间 是没有罪恶的 不是说他没有原罪 而是他没有办法选择善跟恶 OK 所以今天这个你就来 OK 当一个婴孩 当一个受精卵在肚子里头 我个人认为 未成型的体质 从受精那一刻比较合理 人的灵就住进去了 那个时候就是有生命 有些人认为有心跳 也就是所谓的第四周 怀孕的时候才开始有生命 好 重点不是哪一周 而是这都是在怀孕的里头 都还没出生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也提到呢 所谓的 气恶则善 则善气恶内克 那个时刻是在小孩子 可以吃奶油跟蜂蜜 然后呢 我们也知道科学上呢 现在医生都会建议 小孩子在一岁以前 不要吃蜂蜜 因为蜂蜜里面的成分 在一岁以前 对他是危险 所以最少最少 从医学来说 最少还是一岁以后 才有可能可以 选择善跟恶 所以显然一岁之前 显然 在肚子里面的孩子 是无法选择善恶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选择善跟恶 那既然他没有办法 为自己行为做选择 那么神怎么可能会去惩罚他 因为罪不是惩罚你的原罪 因为每一个都有原罪啊 原罪就是 我身为人类 就会因着我的肉身 因着亚当犯的罪 一路传下来 我只要是人类就有原罪 可是他没有选择 因为如果你可以选择 弃恶则善 你就可以选择要不要信耶稣 对不对 选择善良 选择信耶稣 所以你不能选择信耶稣的时候 神当然也不能够要你为没有选耶稣而付出代价 所以我个人认为通过这两个经文 我可以合理的推断 被剁掉的小朋友 或者是留掉的小朋友现在在天堂里 我觉得这很合理 好 那么 就会有人说 所以为了不要让我的小孩 未来下地狱 我就把他剁了吧 你个头啦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好不好 不小心留掉的弟兄姐妹 真的不小心留掉的弟兄姐妹 你的孩子在天堂 你会看到他的 不用担心 OK 我今天早上才在思想 我记得上次有一个先知 为我们一个姐妹预言 就说 我看那时候他结婚还没小孩 我看到你有三个 哦 不 好 两个孩子 然后那姐妹寄到现在 对真的 他一开始有留掉一个 后来生了两个 很可爱 所以我要跟你说 留掉那个还是在天上 剁掉那个在天上 啊 但是还是不要这样故意去剁他 因为孩子有很多美好生命的可能 好 所以呢 简单说 受精软 就算 好 就算不是受精软 好 有心脏的那刻开始 一直到 弃恶则善 能够选择耶稣 之前 的这段时间 挪走了 就是去天堂 因为 他没有罪的问题 他没有选择的问题 好 希望这样也回答到你的问题 好 好 希望这样也有活了 今天 做的就是 我 事情 做一个 用